儿童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但是我很羡慕儿童 他们好奇啊 他们好奇是世界上的 不要怕抛弃东西 也不要怕所谓的犯错误 这不是错误 这是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在我跟你交流的时候 我的前几秒钟跟后几秒钟 你张颖和我李珊都不是我以前 都是新的李珊新的张颖 一直在变化的 字幕志愿者 李珊新冉慧 艺术家李珊的艺术生涯里 历经数次风格变化 他一直特立独行 勇往直前 从未失去创作的激情 他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和思考 用生物艺术的方式 寻找有关生命的别样书写方式 李老师你好呀 你好你好你好你来了 李老师您这幅画是2014年 2012 2012到2014年创作 当时这幅画就创作了两年的时间 对修改也是一种创作吧 怎么会想到要把原来的画拿出来修改呢 因为当时在绘制这张作品的时候呢 你知道那个吴亮很关注这件作品 在他第一感觉来讲 可能跟宇宙有关系 我们看到这里就有吴亮写的一段话 他的那段话呢 就是说手斥诗人们的语法 既有原则性 既有原则性 又有哲学思考 那么很自然就涉及到一个宇宙这样一个很大的题材 人生也好或者叫生命也好 宇宙就这么两个永恒的大的主题 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吧 在作品里边又把这个主题又提出来 就是当时您在12年到14年创作的时候 就是一个关于宇宙的一个命题 那么经过了十年之后 您对于宇宙对生命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 我对宇宙的开端或者大爆炸一直持那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也在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有新的发现 什么呢 就是大爆炸之前宇宙还是存在的 所以您把这个涟漪写进的方式 可以生成时间 生成空间 还可以生成物质 大爆炸只是一个宇宙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其实 那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个关于宇宙的新的认识的 这个缘起这个概念 在这个话当中展现 您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说 它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对宇宙的探索是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思考 很有限的 我们作为人类如此有限 然后再按照我们的思考 按照我们的眼光去解释宇宙 能是正确的吗 我是在这样想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作品推出来 或者修改之后再推出来 可能让大家反省一下 通过这种概念 通过宇宙的这种认识 可能应该反省我们自己 不要太自信 人类不能太傲慢 对啊 如此傲慢来给宇宙定义 给生命定义 然后就说它是真理 它是正确的 那么得出一个结论来 不对的 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反省自己 所以李珊老师的画作 充满着这个人类的哲思 虽然我觉得您这个画 很齿幅很大 这也足够看到 这个宇宙的大和广阔 然后那个画的色彩 还有这上面的符号 其实并不多 但是你感觉它是无穷的 色彩也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你感觉它是深邃的 对啊 那么物像也是不确定的 当你看周围这些物像 它是什么 其实什么都不是 我觉得一下子让我们对 很多事物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 在这个画的面前 不要敬畏它 要敬畏宇宙 不是敬畏这个画 就是这个画提示我们对宇宙 对这个人生 对这个浩瀚的宇宙 要产生一种敬畏的 所以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就您对任何事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所以我这个人很捣蛋 楼下的作品 楼下是200几年的吧 您上面写了已经有故事了 又一次失败 我失败太多了 真的失败太多了 因为你刚刚完成一张作品的时候 也就那么很短时间里边很好 然后再接下去 你不断地再去 再去思索这张作品的时候 看到又不对 又不对 我觉得 也有张失败感 我觉得不是失败的多 是因为您不断地突破自己 也许吧 或者是不满足于自己 然后总是要想改变 是不是 从来没有满足 每次改变的时候 然后你就觉得之前是失败了 是吧 从来没有满足过 从来没有满足过 现在的状态能满足吗 也不满足 因为会或者是做雕塑也好 做装置也好 行为也好 最重要它是感知的东西 那么如何要保持这种 对事物的感知能力 回到儿童心态 对什么都感到很陌生 很好奇 当然我们不可能像儿童那样 去看待世界 儿童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但是我很羡慕儿童 他们好奇 他们好奇是视觉上 像我们就不单单是视觉 而是意识上的 内心的 内心的 心灵的东西 那么大人 您做这个生物艺术 就是基于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储备了大量的知识 那现在进行创作 还有时间阅读吗 阅读其实 它应该是一种逃离行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你阅读的时候 你会远离当下 远离现场 这样你会清醒一些 那清醒是为了什么呢 清醒是为了认识事物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对荒诞的一种感知和认知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 一般的认知领域里边 把荒诞当作 那是什么都不是 其实荒诞很有意义 很深刻 那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常人很正常 牛顿就感到很荒诞 对 然后就提出万有眼力的问题 所以阅读它的意义 我想就是对荒诞事件的感知和认知 然后在创作过程当中 因为你通过阅读物可以保持一种 叫自在自为的一种状态 所以阅读物在我看来 它是一种逃离 是一种特别对当下 对现场 对常识 对约定成熟的东西 一种排斥 它是一种行为 如果我研造美术史这样过来的话 那又变成一种老套的东西了 通过阅读物都排斥掉了 就是把你原来的所有的经验都扔掉 扔掉 您是在1993年 在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 看到马修巴尼的那个作品 半人半寿的那个作品的时候 就开始那一刻 让您产生了要做生物艺术 那马修巴尼的作品呢 因为我思考了 所以我看到了 中国艺术家 好多人没有看到这件作品 他们从这件作品经过 但是没有看见 那也是基于阅读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我需要的东西 我思考的东西 我需要看到什么 所以我才能够看到 如果我不需要看到什么 我也看不见 我要积累 不积累我方案做不出 我没有方案 我怎么跟科学家交流 必须有一个方案 而且这个方案必须是可行性的方案 那种乌托邦的东西 科学家会感到你很奇怪 这些东西跟我交流干什么 据说您那个时候 把那个大学里的生物课程 全部都 也没有 也没有全部 因为他知识太多了 也就几本书看一下 对吧 后来当您确立了这个生物艺术 这条道路之后 您觉得您发现了艺术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对 同时其实它是有关人类的思想和态度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是一种认知态度 认知角度要改变 这个认知还是对一个个人来讲 至少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我有新的角度了 跟别人不一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70年代开始就进入艺术领域 可以说一路看到了 中国的艺术的一个变化和成长 那您说不是现在发生的 就是当代艺术 然后要给它一个概念 因为好多人都谈当代 其实当代是什么 还没有搞清楚 都是很笼统地讲当代 太空洞 大家都说是当代 不管是仪平家也好 艺术家也好 或者普通观众也好 大家都谈当代 其实当代和现代的最大的区别 本质上的区别 我认为当代 第一 对人类事件的关注 第二 反商业 第三 是它的实验性和荒诞性 那这几个因素如果被排除 或者消失了 就不是当代了 那么刚刚我谈的是给当代画个界限 这是我的一个界限 那您觉得最好的当代艺术的发生的时期 在您的艺术经历当中 哪一段时期 那肯定是生物艺术了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 它有开拓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打破了我们之前的 所有的实用主义的各种经验 然后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种自由的思考 一个自由思考 另外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就在这个领域荒诞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历史意义 它对未来的影响 因为一个新的角度 在我跟你交流的时候 我的前几秒钟跟后几秒钟 你张颖和我李珊 都不是我以前 都是新的李珊 新的张颖 一直在变化的 所有的事物没有固定的 我们谈到过纯粹 谈到过保持一种纯真 因为我想到您在70年代 就是接触这个艺术开始 您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 卢梭的绘画 您觉得是一个原始主义的 非常纯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今天看来 是不是您还是认为 这个纯粹是 纯粹也是对 纯粹 独立思考 自在自为 你会感到自由 拘束没有了 那种纠缠没有了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 纠缠的事太多了 对吧 把他们去掉 我们离不开和周围人之间的 一种关系 对啊 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肯定会受到很多的干扰 对啊 干扰太多了 阅读是一种方式 排除是一种方式 我觉得您对这个宇宙啊 外太空啊这些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好奇 但是我觉得您至今 依然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如何保持的 我在大学杜叔叔 接触到亨利卢素的作品 那个原始主义 他的作品 我刚刚看到他的作品 我很震撼 还有这么一个纯的艺术家 这么纯粹的艺术家 那跟印象派呀 跟后期印象派呀 毕加索呀 完全不一样 他完全回到他 他在他自己那个世界中生活 但是我学不了卢素 不是学卢素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学卢素 您学的就是他的那种 纯粹的方式 对 对 对 至少在向他致敬 对 对 向他致敬 像两个人之间 波迪切利 宠敬的赛莎 他从他那个角度上来对待食物 崇杀杜萨开创一个时代 也崇杀卢素 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个生物艺术 就感觉像杜萨一样 就是开透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和我们看待艺术的一个新的方式 你在讲 但我不敢想 那他也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 才会被我们更多的人认识 我觉得能够摒弃那么多的诱惑 然后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 纯粹的环境当中去实践 我觉得已经足以令人敬佩了 那么李商老师 如果再重新做选择的话 您那么热爱科学 那么热爱生物 那么热爱对于生命密码的探索 会不会做一个科学家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从艺术角度上 站在这一个起点上去做生物艺术 有好多课题 有好多生物学知识 我是陌生的 于是给我的作品 带来好多那种障碍 但是我想如果我的起点 是一个生物科学家的话 再回过头来做艺术 也许会更好一些的 但这是假设 那您的终极目的还是做艺术家 把您对于生命的一些疑问 和您自己的一些答案 全部付诸在生物艺术作品当中 对 既有疑问 您的疑问 也有您获得的部分答案 对对对 提出问题 也许回答了问题 但是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 对 我相信不是直接回答了 一个问题的答案 而是给我们找到了 一个思考的方式 是不是打点边 对 是不是 是 在卢梭的梦中 向来青草盛开 在李珊的世界里 生物艺术 是他愿意为之 奋斗一生的理想 您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身份 其实不光是这个架上绘画 不光是 我一个大的作品 其实方案已经出来了 那个作品叫量子漫步 所以您选择了这个生物艺术 好像是一个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难的难题 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一个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 另外对生物本身的那种认识 因为当化学层面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进一步的去从物理层面去探索 那就是生命怎么样控制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又是怎么样支撑生命的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相互支撑相互的那么一个过程 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我现在是跟一个科学家在谈谈话 完全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思维状态 是这样的 你每一个这个项目差不多都要用十年 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 可能对一般人来说 这十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您就在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也没有听过 因为太艰难 我见了多少科学家 然后跟他们交流 你怎么去说服人家来帮助你呢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些项目 跟他们自己本身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关系的 是 你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思考实现 要把它做成 要完成我脑子里面想象的东西 2007年我不是做文的南瓜 南瓜计划嘛 那个是在上海科学院农科所 一个教授 我跟他交流差不多一年嘛 他人家第一句话就问你 你做这个干什么 在他看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你这个老头干嘛做这个 为了做什么你想干嘛 我跟他交流差不多 至少半年还没搞通 然后他感到我们太执着了 你晓得吧 后来就在他的实验田做出来了 种了一批南瓜 然后这个南瓜嘛 十月份时候在香格纳展出 我把现场的照片拍好之后给他看 他突然感到很惊讶 啊 还能做个艺术品展出啊 这么多人参观 大家都很开心 他总算明白了 您就是用您的艺术的行为啊 提示着人们做任何事情的一种纯粹性 是啊 是啊 那您十年做一个项目 那做不了多少个项目 非常有限的项目上 是啊 我真的 您觉得值得吗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整个的艺术市场也好 整个的艺术环境也好 都发生很大变化 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里面啊 不断在忙碌 对吧 那您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失落感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我的理想 我为理想而奋斗 真的是这样 不是大话就是 真的是这样 那么 一直有一个理想 为理想而奋斗 对 那么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 失去一些东西 失去的东西不是我所要的东西 所以无所谓 不要怕抛弃东西 也不要怕所谓的犯错误 你想到这不是错误 这是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千百万次的实验 可能换来那么一次的成功 如果我不接受这一点 科学家是无法跟我合作的 因此 孤独 寂寞 失败 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我会充满兴致的 努力去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